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政之路一路的往上跳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哇 中途都得一定要离开 因为要去开箱辟土 看在立法委员的部分 1999年第一次担任立法委员 1999年到2001年了 结果没想到 因为什么只有这么这么短的时间 因为任期未满 情况之下 征召他去选桃园县长了 他们县长坐满了第一任任期 第二任任期 2005的10月12月20号 做到2009年9月9号任期依旧未满 又有新的任务 请他再往上一层去当行政院的副院长 为了拼经济 因为他是学财经出身的 2009年9月10号 一路做到2010年的5月17号 一年都还没满 怎么办呢 又让他去选什么 选新北市长 因为五度升格了 新北市有这个新的一个战场出来 他必须去开疆辟土 这回成功了 那么2010年12月25号上任到现在 接下来呢 大家认为 接下来第一个最有可能的是入阁嘛 香龙 怎么看 眼前最新的一个大位 能够争取的 行政院长这个位置 其实他一直都是大家在讨论的 表定的人选 一个任门名单之一 那这不意外 再加上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他从立法委员选陶渊县长 然后从陶渊县长之后的 一系列的那种高层安排的那个升官图 你可以看出那个升官图是一个 让他历练的过程 那个历练的过程 既希望有行政经历 摆到行政院担任副院长 然后再把他丢到新北市 新北市的重点 他不是 你不能用台北市的角度来看 新北市的重点是说 你必须要证明就是说 在一个绿营长期执政的 北台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你选得赢 而他面对的对手是蔡英文 2016 蓝军不管谁出来选总统 那个对手还是有可能是蔡英文 这是为什么大家在想到 想到总统 蓝军想到总统 会想到朱立伦 因为除了马英九之外 他是唯一打败过 打败过蔡英文的蓝军的选将 而且在那场选将里面 你看到绿营 绿营可以说是精锐进出 那在整个新北市营造非常大的声势 他们就觉得自己稳赢了 但最后是连胜文的那颗子弹 或许让绿营觉得说 他们就说这个失败是有其他原因的 但是你整体看起来 选前的民调都还是显示 其实说朱立伦是会赢的 所以朱立伦是有带兵打仗的实力 同时他也年轻 50出头岁在寻求年轻化的过程当中来讲 他也占有优势 再加上在镜头前面而言 他相对于其他政治人物来讲 他比较有亲和力 这都是他的优点 但是眼前我不认为朱立伦如果真的有心于大卫 或者高层有心安排他搅出大卫 朱立伦需要摆出一副就是说 我已经不理马英九 我准备跟马英九要决裂 那样子的一个路数 如果今天是郝龙斌要选 郝龙斌可能有必要 但是如果朱立伦要选朱立伦没有必要 因为他本来就是马英九刻意在栽培的国民党的明日之星 只不过是说现在距离2016时间还远 马英九今年1月才刚选赢而已 第二月才刚开始 现在去谈2016确实还早了一点 基本上面这些蓝军有至于2016以后的政治世代 每个人都还必须要先经过2014年的就是七合一的选举的 整个的一个带兵打战的过程 换句话说有心要角逐大卫的人 你都必须要证明你能够在2014立下战功 那2014的战功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相信蓝军的选民 绝大部分蓝军选民都会在2014看 谁能够带着蓝军打仗 毕竟这段期间以来 你看到马英九绅士或许低迷 你看到蓝军或者说整个士气很低迷 可是如果你平行 我相信大部分的沉默的蓝军选民 他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有做的这么差吗 环境有这么糟吗 共体时间有这么的尖吗 你现在看到的人心惶惶 觉得好像台湾这条船快沉了一样 真的遭到这样的地步吗 也才不过时隔两三个月的时间 你看到彭华南的讲话 看到许多多的这些最新的一些数据 特别产业面的数据看起来 不只是明年 明年会不错 而是你会发现整个在三个月半年之前 大家很低迷的那种的氛围 你现在回头去看的时候 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有一些的势头正在改变 我认为未来的可能一季两季的时间 那个政治气氛的转变可能会比较快 不过湘龙 你觉得说他这一串十年的发言 不算是像郝龙斌市的一个发言 连胜文市的一个发言 是在跟马总统有比较对立的一个呈现 不觉得吗 他很多事情也是冲着整个中央政府的一个状态 来做发言 来做评断 因为有一些人其实在这段期间 我坦白讲 我有个别跟他们聊过 那我不方便说是谁啦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些人 那我觉得如果说叫我个人做判断的话 郝龙斌的动作里面 他的确包含了个人 对于他自己未来的 就是说政治的下一步 他有比较多的考量 那他也必须要做得比较直白 因为他毕竟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 那他特别当过台北市长 我一直讲就是说 我不相信有一个当过两任台北市长的人 他不选总统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这么强的政治能量 你八年的时间 带着这么庞大的市府团队 你除了中央政府之外 你掌握了最最多的行政资源 跟预算的规模 你当完台北市长之后 其实你跟当个小总统的感觉已经很接近了 你往上面看的话 你除了总统那个位置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位置是可以满足你的 而你的团队 你除了往上走之外 这些团队是不会有出口的 他无论如何 他都得要去杀2016那一场 可是其他的连圣文的部分 跟大家想的可能不一样 那朱立伦的部分也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就是朱立伦眼前 我觉得他谈了许多的问题 他固然表现比较强的态势 因为马英九的声势的低迷 使得整个蓝军不止马英九低迷 而是蓝军的所有的政治人物的声望 都跟着低迷 也就是今天当你马英九低的时候 你想蓝军谁的声望会高呢 今天陈冲做的很差吗 这地方的县市首长都很差吗 但是你看民调的时候 当你马英九低的时候 连蓝军的县市长的满意度 都跟着都往下沉 所以每个县市长都必须要做某一种的表态 就是说某种形式上面必须要跟马英九 稍微的切割一下 避免自己受到马英九的声望的拖累 但是如果真的要安排党内的权利的时候 马英九仍然是重要的 我简单讲就是马英九 在2016的这一局里面 马英九一定是尘世不足败事有余的 就是你不见得就是说 你一定要争取到马英九的支持 但是如果马英九不支持你 你说你要在蓝军里面要出头 要打2016 我觉得那个难度是很高的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呢 一路走来 足以为那个从政之路 刚刚看到这样的平步青云 底头有三个阶段 是完全是被征召去开枪辟土 打新的一个战场 所以看到这个大家对于 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性 就很多很多的填空体系 要填什么当然都蛮容易填进去的 只是毕竟是个未来式 只是在这边营造这样一个声望的 往上经营的过渡的一个同时呢 我请教纪委员 在立法院你们怎么看到现在的行政院呢 现在的隔魁 陈冲真的是 还坐得下去 坐多久 还是呢 其实问题恐怕没有让大家想象 这么样的一个糟糕了 所以对于所谓的隔魁到底会不会在 农历年是个关卡的这个时刻来讲 原本的一个草 大家在猜测的可能性 问号还在吗 即将消失吗 我某种程度相当同意 向东兄刚刚所谈的 就是说 他想干多久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这时候 其实没有很好的替代人选 你刚刚 譬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朱市长 其实总统也会考虑到2016 他整个权力的平衡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基本上一个平衡 就是说一个 就是说 你不要说这个时候有一个政治明星出来 那可能会破坏党内的一个政治生态 一个平衡 所以你说 朱立伦这时候 朱立伦这时候马上来说的组合 我个人感觉 那可能性可能不是很高 但是我觉得 那个陈冲院长他现在 真正问题应该不是 所谓这个民党杯葛问题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绿营对陈冲是相当理喻的 王津平院长曾经讲过 不管是之前刘兆玄 不管是之前吴敦毅到陈冲 其实他们的杯葛程度陈冲最少 当初刘兆玄 他上台要做私政报告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为了保护刘兆玄 他几乎是打起来 那时候的洪秀柱 还跟林淑文他们 全部都扯成一团 陈冲刘兆玄 报告完毕 下台之后 邱毅颖 他冲到前面去呛他 换句话说 那种呛的程度是非常之强 可是这一次陈冲 他上台报告 私政报告 只有台脸三个 上去为他 三个为他 结果呢 不到几分钟就下台 象征性而且民进党显然没有配合 换句话说 我不是说这样不好 是陈冲院长 可能过去在扁政府时代 在干过所谓的 政交所的董事长 何国董事长 某种程度 他们跟绿营之间 也有某种程度的一个交情私交 但我不是质疑 他的所谓 他的成分问题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说 他之前跟他们有这个私交 所以在问证上 可能默契也比较够 所以这次才会说 一个管病人出来 提到所谓年众问经的事情 他马上 当下 马上做成这样一个决定 这个礼拜后就决定 我觉得这个是 有一连贯的一个效应 而且 其实我要在这边 他们合作吗 您的一连贯的效应 我不能这样讲 我觉得是有某种程度的默契 到底那个资料 你说这个 那年众问经 不合法律 不合法律 到底是谁给他的 是行政人员 或是政治管病人自己找的 我们都觉得很疑惑 你知道吗 然后又安排一个 国民党党籍委员去执行 执行说 你来执行一下我这个 换句话说 其实基本上那是套招套好的 套招套好的 所以根本党内的 我们公民党委员 根本没有接受告知嘛 所以他在 10月23号宣布说 发放对象的时候 我在10月25号 就已经 来不及咨询他啊 当然我不能开记者会说 我反对啊 党内哪有这种机制 趕快偷偷跟 不是在咨询的时候 跟内政部长讲 拜托你跟丑哥讲 这事情要慎重一点 不要这样马上决定 心意已决到现在都没有 而且10月29号 我还跟陈士奎讲 对 过了3月跟陈士奎讲 我说这个事情 陈士奎跟我讲说 对啊 我第一时间跟我太太讲 我太太要非常反弹 后来想到 不灵也罢 这样子 我还跟他看完笑说 有一个老公当秘书长 不知道还要怎么样 大家都笑出来 换句话说这段时间 我们是有跟他讲 希望他踩煞车 可是我还跟他咨询说 我还用那个 宅雨 宅雨啊 以前孔子有个学生叫宅雨 宅雨宅雨 宅雨宅雨那个 百姓税叫那个 宅雨 我说 那孔子就跟他讲说 宅雨问孔子他说 手伤一年就够了 为什么要三年呢 孔子就跟他讲说 如安者为之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孝呢 如果你安心你就做吧 我还特意用这句话 用宅雨孔子这句话 来问行政院长 如安者为之 如果你安心你就做吧 基本上我们是反对的 可是他笑笑跟你讲 反正不当回事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其实 我觉得在李永 不问陈冲没问题 是 反倒是啊 恐怕祸起肖强啦 你看这个小小 其实祸起肖强啦 其实祸起肖强 是很小的事情 因为明年有可能会改啦 年底 充其量只是年底增一下 明年肯定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如果他这个态度不改 只是认为说 可能会反对你的 监督你的债 你去巴结他 我告诉你祸起肖强 到时候搞不好 国民党就冲着你来 所以我不是质疑 他的属性 绝对不是 但是他是一个好人 我前陣子还跟他讲 他说如果你身体 顾好一点可以选总统 我还是 换句话说 他就是因为不可能 选总统 所以才可能干得更久 好 这些可能选总统 我坦白跟你讲啦 总统不可能 那么早就让他 扮登那么重要的位置 是 那陈议员你们在 那个11月8号的时候 新北市的国民党团 议员们全部连数 立功成我们的这个 朱市长 赶快去行政院救经济吧 现在我们来宾认为 陈总统长不会下台了 那一天那一出大戏 为什么在镜头上看不到我 其实我也上去了 不去都不行 我躲得很远 那因为完了 马上总统 马上是我们联合咨询 我就跟朱市长讲 我说这一出大戏 前两天台中刚演嘛 台中前一天演 后来新北市 我认为 我坦白讲 我自己的感受呢 是套招套好的 因为我们书记长 在发动这个的时候 我跟议长都不以为难 但是市长是接受嘛 套招套好的方法 他倒没有说拒绝 也没有说接受 那这种感觉 那种茫茫茫的感觉 我也很喜欢 大家就推嘛 我也不要说不行 也不要 但是我要强调 当时我 因为我是排在第二个联合资讯 我就告诉他 我说市长 基于党团的和谐 跟国民党的团结 我是签署了这个支持 你去什么 救经济 救国救民 基于良心 跟我的政治专业 你想都不要想 我是这样告诉他 然后他就笑一笑 其实那个场面我认为 从他眼神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回答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不是看着我们议员 都是看着我们二楼 记者席 到底要大作文 我是很仔细观察这个现象 他一直看这种反应 所以他也不能喜怒行一色 但是根本没把人放到眼里 他也不能喜怒行一色 他一副就是好像说 你们大家闹吧 我也 这不是我安排的 然后一群人就上去 然后喊口号 喊得里里辣 支持朱立伦 然后就喊得里辣 就听到我的声音 我说 我说 国民党 连喊口号都不会 那民进党的党团 那个总召在下面 我说麻烦总召 来喊一下实力 表示什么 其实大家上去 都爱一个情面 说啊好啦 不上去就代表 代表不支持朱立伦 真糟糕 可是我觉得那一出大戏 我觉得没有意义 为什么大家都看得懂 刚才向荣在讲 朱立伦是不是马英九培养的 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朱立伦真的是救世主吗 我是支持他 我是支持他 他很优秀 我在分析这个政治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他是救世主吗 他是干掉了周锡伟才有朱立伦 那朱立伦可以干掉周锡伟吗 大家都认为朱立伦来是 有另外一个人 不让周锡伟选 让朱立伦选 那这个人有人说是金 有人说是马 我不知道 可是你认为周锡伟福气吗 我的意思是说 政治是一个现实 他们认为周锡伟选不上 如果你要问我 当时的氛围 周锡伟被寻说 吊车为什么 但是你要问我 如果周锡伟继续选新北 是第一届的市长 我认为他会赢 因为那个结构 跟他后面上来的氛围 符合了刚刚向荣所讲的 还有三年半 明年景气如果再回来一些 大家也开始面对这些 马英九在做这些事情是 不讨好 不讨喜 但是应该要做的 当大家承认下来 审施的时候 他这样做有何错 他是笨蛋吗 他有点不要涨 他不要去做这些琢磨 他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他不会被骂这么惨 可是千夫所指他还要去做 除非他是笨蛋 那我不认为他是笨蛋 那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再回头来去审施 就是说 我们选出这个人 是要来讨好我们的吗 还是来真的把我们做一些 别人不敢做的决策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我认为朱立元在讲的这些 我刚才讲的一点就是说 太过频繁 讲的内容是ok的 但是你的节奏太过频繁 你的那个tempo给他感觉 是安排好的时候 大家就认为说 你意犹所指的是看在后面 但是没有关系 我常在讲 如果你想选总统 你两年四年前 你都不告诉我 你的想法的时候 你再推推就就拉拉扯扯 到最后一年才说 我要选总统 我也不想支持你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是急就张 你应该告诉大家 我的计划就是 我做这一切 我要选年任 至于未来的事情 我看 我也没有规划总统 我有想法 我继续努力 我觉得这样比较诚实 不过讲到的周锡伟 大家记得他当年是调车委 所以这个新北市第一任市长 轮不到他来选 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 虽然这个朱立伦是政治明星 不过根据呢 台湾竞争议论坛 幸福城市的一个调查 新北市可以倒数第三 政治明星光环很大 但实质失证的一个绩效呢 我们待会回来